而刘亚洲2017年是提前从国防大学政委的职务上下来 外界盛传说这个导火索就是因为它和燕星白灵有关系 2017年2016年的时候央视推出了一个纪录片叫震撼世界的长征 拍过这个三级片的好莱坞华裔影星白灵就参与了演出 而引发了舆论哗然 当时中共官媒发文就批这个设置单位说启用了燕星 还说这个白灵在海外是走低俗路线自我作践 那么海外媒体还报道说刘亚洲作为军方的总策划 让白灵单纲主演长征片 那么这是让习近平大怒所以说下令彻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边是因为有人做了燕星 他包括有一定的背景吧 他现在一步一步的上位堪比攻心计 那另外一步也是有这个因为燕星 太子党刘亚洲都被退休了 而且现在是可能会被重判有这样的一个反差